极限拍微电影包小伯不去周杰伦帮狗仔说话 今日第一届杭州国际微电节在杭州盛大开幕 著名音乐人包小伯作为颁奖嘉宾到场站台 虽是音乐人出身 但是包小伯也开始涉猎微电影 而首部作品的话题竟然是狗仔队的生活 通过讲述一个狗仔的智障弟弟的故事 表现当狗仔的不容易 这样公开替狗仔说话 难道不怕得罪杰伦吗 其实身为这样的一个媒体工作者 他们也有他们很辛苦的 他们其实很为难 跳